截至今年8月,深圳已累计建厂41座超充站,建厂充电设施22.7万个,其中10.1万个在今年新建厂。 深圳市机能源汽车超充设施专项规划2023至2025年提出,力争到2023年底,建厂不少于150座公用超充站。 2024年3月底前,建厂不少于300座公用超充站。 公共充电桩车桩比,超充桩占比,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 专项规划还明确了计划到2024年底,建厂技术全球领先场景多元覆盖的超充设施服务体系, 加快形成企业技术场景等生态优势,梳立深圳超充品牌形象。 到2025年,建厂车能路云深度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, 推动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产供销内外贸易体化高质量发展, 打造世界一流的超充支撑,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。 对于建设超充支撑,前端的这些产业是有很强的发展能力, 企业都有这方面的开发水平、研发水平和运营水平。 下一步的持续的技术升级, 做好未来的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的一些支持。 下方是什么的软弱。